你好,我是舞蹈圈,爱折腾的妈妈 好的,今天我想给大家分享几个小妙招 教你快速的通过视频学习舞蹈 对于现在的舞蹈学生来说 不管你是专业的还是非专业的 你多多少少的都会涉及到通过视频去学你要学习的舞蹈 你想学习的舞蹈 然后呢,我们通常用视频学舞蹈的话 常规的方法呢,有比如说 把那个视频以放慢的速度去学这个舞蹈动作 或者呢,是用镜面的方式 比如说我就看到有同学就是 把他用手机或者是小平板怎么样的 就把他那个视频放着 然后前面是一块打镜子 然后就通过镜面的反射 然后跟着镜子里面的动作去学他应该学的舞蹈动作 那是第二个方法 然后第三个方法是什么呢 你肯定尝试过的啦 那就是看无数遍 一直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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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看 直到你慢慢的熟悉为止 好的,那让专业的妈妈今天来再教你几招 让你更加快速的学习 下次学的时候那个效率真的是蹭蹭蹭 不知道你看过妈妈以往的视频没 就是那期如何快速学习舞蹈动作 你看了没有 如果你还没有看那个视频呢 我强烈的建议你 看完接下来妈妈的解说之后 赶紧回头去把那个视频补一补 因为那是很基础的而很有效的方法 而接下来呢我要分享的小技巧呢 是建立在那个视频的基础内容之上的 所以呢在这里呢 我就不详细的重复那一期的内容了 然后主要的就是学动作 咱们先从脚下的动作往上学 然后呢用口诀化和数据化的两个方法 去解构现象生成逻辑 帮助咱们去记忆和理解 OK新的干货来了请接招 第一点先学动作再和节奏 因为顺序很重要 如果顺序对了的话 那效率蹭蹭蹭示范功倍 如果顺序没对的话 那就是绕弯弯浪费时间很痛苦 第二点集中注意力 每次观看只注意一个点 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每次的时候我只注意我的头部动作 我的头 不好意思不是我的头部动作 就是那个舞蹈演员 他的头部动作 他的头是怎么做的呢 这是只是一个点 只关注头部动作 或者是只关注他的道具的使用 他道具是怎么用的 走的怎么路线 或者是呢 这一次我就只关注他的节奏 他脚下的节奏是怎么合的 或者是肩膀的节奏是怎么合的 就是每次只关注那么一个细小的点 因为你每一次都把那一个点搞定了 学好了就是都绝对了 就是困难越来越少 如果你每次没有集中注意力的话 那你每一次都没有效率都没学好啊 那第三招是什么呢 好的 每次咱们只学两个八拍以内的动作 把这两个八拍的舞蹈动作学好了 节奏和好了 咱们再往下 依此类推 等你基本上把所有的整段舞蹈动作 都全部学完了一个大概之后 你可以再返回去细扣他的每一个小细节 记住了吗 别太多了 每次咱们就两个八拍 或者是你还觉得两个八拍有点难的话 那就一个八拍 一个八拍搞定了 我们再走下一个八拍 再走下一个八拍 所以说你每一步走的时候 都是扎扎实实走稳了的 每一段每一段你都把它学好了的 然后才往下 这就是下绿 好的 还没完呢 是不是还有一个困惑我们很大很大的问题 那就是我分不清楚左右啊 那个人他跳的是左脚还是右脚 他的是举的是左手还是右手 他是左脚在前还是右脚在前 他哪个手在往上 哪个手在往下 我分不清楚啊 太头痛了太头痛了 好的 那根据这样的情况 我们要怎么办呢 好的 妈妈今天教你的最后一招来了哟 那就是想象一下我自己就是那个跳舞的人 如果你想象我自己就是那个跳舞的人的时候 他在动的时候 你就平时就去刻意的感受一下 他动的是左脚还是右脚 就这个方法就跟镜面的方法完全相反 这个就是想象跳舞的那个人就是我自己 你能够平时我们用过的右手拿筷子 左手端啊或怎么样 右手拿笔或怎么样 其实他做的动作的时候你很顺的 你就去想象去试着去习惯 想象一下自己就是那个跳舞的人 这样的话你学视频的时候分左右啊 身体的哪个部位啊 快很多 可能一开始的话不是那么容易找到那个感觉 但是你可以去尝试一下 想象一下自己就是那个人 或是在平时的生活中去感受一下 哪边是你的左边哪边是你的右边 所以说要对自己的身体部位首先要敏感 然后我们才能真的去融会贯通什么是舞蹈 好的今天的传舞授业就到这里了 可是不知道我的分享对人来说有没有用呢 好吧拜拜